1月27号拜登提名驻联合国大使人选 在参议院听证会后悔曾去孔子学院演说 没想到拜登在前一天26号上任一周 就悄悄撤掉了川普对孔院的限制政令 消息直到2月8号才被媒体 国家档案揭露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向英文大纪元证实 被拜登撤掉的川普政令 是强制美国中小学和高教机构 披露与中共孔子学院的所有合约和交业 没有如实报告的学校 将失去交流访问项目与学生相关认证 美国国会2019年2月发布的两档报告中 敦促美国大学断开与孔子学院的联系 川普政府国务院2020年8月公告 将孔院筑记为推进北京的全球宣传和恶性影响的实体 要求注册为外国使团 同年9月蓬佩奥表示 希望在2020年底前关闭美国境内所有学院 10月写信给全美国大学中小学管理层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推文表示 联邦调查局FBI警告 中共利用孔院渗透 参议员柯顿争明 谴责拜登政府取消限制 他说孔子学院是中国共产党 在美国校园的前线组织 联邦政府应该关闭 或至少要求学校揭露秘密协议 但拜登政府却允许外来势力活动 在阴暗中继续进行 我觉得这种学生的学生方面 在这方面发生了自己的问题 他们在执行非常开放的研究 中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 麦考尔表示 拜登政府在没有征求国贵的情况下 悄悄撤回 这发出令人担忧的信号 麦考尔强烈敦促拜登政府恪守承诺 将中共作为美国国安的主要威胁 包括在教育系统 新唐人演的电视 前回门张东旭整理报道 前回门张东旭整理报道 前面的电视 前面的电视 西瓶 比特队 久不早 打访 渐实 在那边 从不和